前文在族,書接上一回,說著玉珍子第二掌打到木桑嘔血,他仍然無動於衷,舉起手掌,直向木桑頭頂拍下去,眾人想著閉加火,這一掌下去,木桑實死無疑,各人向玉珍子紛紛射出那麼氣,玉珍子的手掌真厲害,好者不切善那樣, 連氣那麼揮動,將那樣氣全部撥開了,接著又舉起手掌,九道木桑站在最近,見他鬚發如銀,還要這樣被人欺負,激動了俠義心腸,立即整個人撲上去,右手扭著木桑的頸,用自己的身體來護住他頭頂,玉珍子當同疾了疾,手掌打不下去了, 突然身後一聲咳嗽,有一個讀書人打扮的老人家走出來,何的手見這個人神不知鬼不覺地,忽然在阿九身邊出現,心發快到極, 以為敵人又來了高手,怕阿九受害,立即飛身,用右掌向那個老人打過去,喝一聲說,爬開,那個老人左手一陣,何的手就覺得一股巨大到極的力量湧到來, 怎麼都站不定了,連氣退後幾步,這樣才站好,他還發整個氣,怎麼能見到華山派弟子,個個跪下行禮,一起叫師祖, 好,原來是神劍先,袁木人稱道,何的手又害怕又醜啊,我想說,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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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下對師祖這麼無禮, 只怕怎麼都進不到華山派了,一時都不知道應不應該跪下,這時候,牧桑已經站起來,退開,左手扶著阿九肩頭,努力調雲呼吸,但是仍然時不時地糾血,牧人稱向玉真子說,你為實是玉真道長了,叫自己的師兄都可以下這樣的毒手? 好好好,我這幾條老骨頭陪道長過下招了,玉真子笑著說,嘿嘿嘿,這麼多年來,人家時常問我,玉真道長,牧人稱自稱天下權劍無雙,跟你比較起來,到底是誰高一點,誰低一點啊,我總是說,不知道啊,何時得閒,要跟牧人稱比賽下就行,好了,從今之後,到底當世誰是武功, 中弟一,這樣就分得出啦,中弟只見那些師祖親子要跟玉真子打過,個個又驚又喜,他們多數都是從來沒見過師祖的武功的,這次啊,真是生平難遇的好機會啦, 但是劉培生想著師祖年紀老賣,沒有學修為,雖然是高超的,只怕精神氣力,不及這個正當成年的惡道啊,連忙跑回去請師父、師娘, 一進石屋,一進石屋,一進石屋,完成至旅行滿面,站在床前面,師伯、師父、師娘,和洪聖海雅媽等,都表情淒慘,師娘又猛地流眼淚,劉培生吃了驚,走過去看看,見到清清,雙眼都深曬,面色烏黑,出氣多,入氣少,眼天是不行的啦, 外面搞到天翻地覆,他們卻始終留在屋裡面,原來是清清病危,不能分身出去看看,劉培生低聲說,師父啊,那個惡道好厲害啊,師祖要親自下場啊,歸身樹,見到劉培生神態嚴重,知道對手一定是個勁敵啦,我心掛著師父,立即跑出去,王真對龜兒娘,和袁城志說, 我們一起去了,袁城志抱清清,和眾人一起馬馬走出來,和眾人去到後山,只要牧人稱手執長劍, 玉真子右手補劍,左手忽塵,遠遠地對著,站在樹,準備交手, 袁城志一見此人,原來是去年秋天,在城經兩道交手的玉真子, 第一次,自己被他點中了三子,第二次,自己打了他一拳一掌,踢了他一腳, 但是兩次較量,都是情景特異,不能夠說分了勝敗的, 就立即大叫,師父,第二次來對付他, 牧人稱手執長劍真子,都知道對方是武林大高手, 你一戰,只要手有疏忽,一勢英明,固然賦予流水, 連聖命都難以保存,這陣子都是全神貫注, 袁城志喊什麼都聽不到了, 袁城志將清清交給何的手, 剛剛說了一聲,你看著他, 只要玉真子忽塵一擺, 雜聲響著牧人稱左膊揮過去, 他知道你兩個高手一打上來, 就絕難拆解得開的, 自古又說,有事弟子服其佬, 怎可以讓師父親自對敵呢? 雙腳一眼, 就好像一隻大鷹那樣, 向玉真子撲過去, 他是這樣想, 王真和龜真樹也一樣這樣想, 三個人不約而同, 一起向玉真子攻過去, 玉真子收回忽塵, 倒退兩步, 指定的風聲濕濕, 有個人在頭頂跳過, 他把頭一縮, 突然間覺得頭殼頂這麼涼, 原來頭頂的道官, 竟然被人拿了去, 他生氣得不得了, 長劍一招龍卷暴身, 今敵人左手削過去, 你一招還又毒又險, 完成車空中閃避不切, 手臂急縮, 切一聲, 一隻三就已經被利劍割了下來, 三就是柔軟的東西, 在空中毫不受力, 但能竟然被補劍割斷, 可見他這把劍, 不但離到極點, 以內徑功力而實在驚人, 完成車落到地, 仙底三個人一陣子站在師父身前, 仲人見兩個人先頭交鎖這一招, 當時迅速到極, 吐氣骨落一閃就過, 但回想先頭的情形, 真是人人都心驚膽跳, 欲真子只要避得慢了一點點, 頭殼就已經被原成志掌力震破了, 而原成志的手臂, 如果不是縮得好像閃電那麼快, 就已經被利劍切斷了, 欲真子赤著師泉絕藝, 在西藏又有其餘, 近年來的武功進步極大, 自信天下無人能敵, 就算是師兄木桑道人, 就已經不及自己了, 雖然一向知道木仁清的威名, 但想著他年老力衰, 只要守緊門戶, 和他死前爛打, 鬥消耗體力, 事實一場必定可以佔他上風的, 怎知道突然間, 竟然遇到高手偷襲, 定神一看, 見對方竟然就是去年, 在聖經中自己打到重傷的原成志, 那天, 害得自己一絲不挂, 仰面朝天, 看在王太極和幾百名報復武士的前面, 出了大仇, 當在王太極無疾而終, 九皇爺竟然說自己怪無怪仰, 激起了皇上的, 終於抓他來自罪, 當時重傷之下無力抵抗, 就切瓦之逃走, 好了, 現在仇人見面, 不由得怒火沖天, 高聲大叫地說, 袁城志, 我今天就是要來找你的, 快點過來受死, 袁城志笑著說, 哈哈哈哈, 你現在穿好件衣服了, 我們好好地來代打一場吧, 何適手中金蛇劍交給阿狗說, 你拿給他吧, 阿狗拿著把劍走到袁城志面前, 袁城志突然看到他, 他不如打到凸, 阿狗低聲說, 你, 你, 一開聲就肯熱, 趕不下去了, 袁城志接過寶劍, 阿狗急急退開, 這時候龍霧初散, 紅日滿山, 中人噸噸圍了一個大圈, 牧人青在一邊, 幫牧桑推拿自商, 王真和龜新樹, 一個拿著銅筆鐵串盤, 一個拿著點月鋼爪, 站在內圈略陣, 玉珍子咬牙切絲地問, 那個小丘呢, 叫他一起出來受死了, 袁城志笑著說, 哈哈, 他一偷人來的衣服, 金光一閃, 金蛇劍已經點向他的面門了, 玉珍子忽塵一擋, 左手劍就快要送出, 突然看到對方的兵人, 好像閃爪一樣的收回頭, 劍尖已經罩著自己胸口五處大躍, 叫自己長劍刺出去, 敵劍立即是城墟而入, 他將他伸在房, 向左邊急閃, 玉珍子知道他這一下手中大功, 等金蛇劍刺出了, 他就會急攻自己右側, 於是保劍打橫, 保護自身, 他知道對方極强, 沒有被遵照師父的教導, 先立於不敗之地, 再求打敗敵人, 高手比劍呢, 情勢又有不同了, 兩個人任何部位一動, 對方就知道用意所在, 旁觀眾人之中, 武功比較淺的, 見到兩個人互相望得實實, 身發呆濟, 出招似乎十分鬆懈, 他們看不到勝負缺於信息, 生死原語一發, 比狂夫大戰, 突然凶險得多, 孫仲君對玉珍子, 先來侮辱自己, 勾得把得了, 見兩個人形神相鬥, 就挺起單勾, 想衝上去似玉珍, 像一勾, 梅劍王叫他舉勾上前, 嚇了一跳, 連王伸手拉住他, 低聲說, 你還要不要命啊, 幹什麼啊, 孫仲君生氣了, 別管我, 我跟他拼命, 梅劍王說, 賊盜已經知道小師叔的利害, 怎會用最上聖的劍法護住全身, 你想他人白白送死而已, 孫仲君是出力拼開他的手, 他說, 我不管, 我要去幫師叔, 他以前是很生氣原誠志, 從來不提師叔兩個字的, 現在見他跟惡道打鬥, 竟然對他的宿縣, 殺人時間都沒有了, 梅劍王說, 那你反一件暗器試試看, 孫仲君拿出金鏢, 出力向玉珍子背後打過去, 玉珍子全神望在完成事的劍尖, 金鏢飛來, 就好像完全不知不覺那樣, 孫仲君想著得手了, 歡喜了, 突然聽見單一聲, 梅劍王大叫說, 閉了, 抱著孫仲君一起破落地下, 孫仲君剛剛破落地下的時候, 戰線頭發出了金鏢, 鏢尖已經上自己空前了, 完全看不到那些惡道, 如何將金鏢打回頭的, 當時已經來不及閃避抵擋了, 就睜一眼等死了, 就在這個一剎那之間, 白營一房, 一隻手忽然伸過來, 雙子劍入鏢後的紅包, 拉住了一支金鏢, 梅劍王和孫仲君心裡, 啪啪的亂跳, 跳起來才知道救他們的命的, 原來是何剔手, 不禁又感激又慘愧, 同時點頭表示謝意, 這時候, 袁城寺和玉珍的劍法, 分間都變了, 兩個人都是以快打快全力搶攻, 正如袁城寺中一把金蛇劍洗開, 八成是華山正宗劍法, 偶然夾了一兩下詭異招式, 在堂堂之陣中奇兵突出, 連木仁清竟然也都覺得眼界大開, 看他不鐵地點頭, 目霜微微小, 自言自語地說, 好奇,好奇, 妙著橫生啊, 王真歸身鼠, 歸二娘都極之恩賠, 其餘華山派弟子, 由馮蘭迪以下, 沒有個不是看得眼花撩戀, 抹得口不曉合翻的, 到這麼上下, 兩個人都使出神行百變的功夫, 玉真子在聖經建完成智會這門興功, 那必定是木桑的傳人啊, 他雖然是華山門下, 但是當然也算是鐵劍門門人, 你才來到華山, 是一種伺著鐵劍, 而拿他條性命, 來報去年的旗齒大玉的, 兩個人鬥了幾十個回合, 玉真子啪聲跳開, 拿小鐵劍的樣子大聲說, 你既然是鐵劍門弟子, 見到鐵劍還不跪低? 袁誠子說, 我是華山派門下, 玉真子說, 你如果不是木桑的弟子, 怎會懂得神行百變功夫啊? 你是他的弟子, 當然是鐵劍門的門人了, 鐵劍在我手上, 快點跪低, 聽候處分, 袁誠子笑著說, 你快點跪低, 聽我處分是真的, 玉真子轉頭問木桑說, 他的神行百變興功, 不是你傳授的嗎? 木桑領領頭, 他說, 不是我親自教的, 玉真子知道師兄從來不說謊, 他說, 我心非常奇怪了, 守衛沉淫了一下, 立即進身出招, 兩個人又再打過, 玉真子一邊打, 我心在一邊想他先頭說的幾句話, 忽然想起, 木桑道長從而傳我技藝的時候, 只當是足為幾輸了, 而給我的彩頭, 怎麼都不准我叫他做師父的, 後來, 這個神行百變興功, 又教給清帝先, 再叫清帝教給我的, 原來其中另有心意的, 他一想起清清, 就不由得另轉頭向他一望, 見他挨揍大石頭旁邊坐響樹, 口裡含了一件豬紅色的藥餅, 何的手正就割破他的手腕, 放血解毒, 哇, 這下真是起重天降了, 他想, 他用了五毒教的劇毒, 的手當然知道解法了, 這次又夠了, 但是高手比武, 不能夠分心的, 他歡喜那頭, 不夠專心, 左膊動得稍為慢了一些, 玉真子這麼辛苦, 才吐到這個空隙, 立些乘機直上, 刺一劍, 刺他左邊小掩, 中人齊聲驚叫, 誰知玉真子驚到更厲害, 原來這一劍竟然刺不進去, 被他身反彈出來, 玉真子當年和牧桑打, 也曾經使用怪招, 一劍刺中師兄, 不過被刀劍奔入的金絲背心反彈出來, 反而被牧桑打贏, 牧桑看著同門的情意, 搖延了他, 此時此刻, 舊事重演, 玉真子急怒交加, 又是牧桑搞鬼了, 他想這個少年武功高超, 不差過自己的, 因為我刺他不傷, 豈不是變成有敗無性的局面, 一想這說不過出了一身冷汗, 清清的臣子剛剛恢復, 見到玉真子重劍, 他很生氣地說, 你像我大哥啊, 在懷內拿出截管, 摸了個針, 反力向玉真子一斗, 小金蛇擊射而出, 馬狗的嘴向玉真子咬過去, 玉真子急望低頭閃避, 說之小金蛇很有靈性的, 在空中向下衝, 又向著他的頭咬過來, 如果換了另一個人呢, 小金蛇一咬咬, 絕難避開的, 但是玉真子的功夫, 多麼聰明才行, 不曾一斗, 已經捲住金蛇了, 他知道如果再運力, 將金蛇扔出去, 對手就一定會乘虛進攻的, 白亡之中, 連不曾帶蛇在地上一丟, 就跳開幾步, 完成次打那麼久, 都還贏不了對方, 就是想不想用什麼劍法, 才能夠贏得他的, 現在, 忽然間見到金蛇, 心臉一動, 想想當日金蛇和黑衣雪地相鬥, 那條小蛇靈動, 巧妙的身法, 和金蛇狼軍所傳的一套劍法, 都是暗合的地方, 於是都沒有什麼點想了, 身隨劍有綿綿而上, 玉珍只見他的身法, 奇異古怪, 完全不是鐵劍門的神行百變功夫, 大驚之下拼命抵擋, 但是對方的劍拼生法, 生平從來沒見過的, 怪拼好像剝奸抽屍, 永無止血, 在驚惶之中, 就連氣倒退了, 完成次見的步伐有點凌亂, 大喝一聲, 猛攻幾招, 金蛇劍就使出了一招, 金蛇萬賭, 這招劍法, 雖然是一招, 但是其中就好像有千百招同時發出來的, 玉珍只看不清敵招的來路, 就急退閃避了, 完成次乘勢而上, 金蛇劍自左而又這樣掠過去, 玉珍只大驚呀, 金蛙低頭閃避, 一聲, 頭髮已經被他削了一截了, 完成次左掌跟上去, 啪一聲, 打定他胸前, 你一掌, 是華山派本門的全的運員掌功夫, 玉珍只口吐鮮血, 向後跌倒, 突然覺得頸上一桶, 哇, 原來被他先頭丟在地上的小金蛇咬到實實, 他內功深厚, 受了完成次, 你一掌只是重傷, 還未致命的, 但是金蛇其毒, 又咬在後頸的天柱越耀越, 好快去, 全身發黑而死呀, 仲弟子見玉成智打敗敬敵, 個個都欣賠萬分, 馮蘭迪上前跪下說, 袁師叔, 請求弟子, 昨日無禮, 袁城子已經累到全身大汗淋來了, 急忙扶起他, 那汗水呢, 弄得馮蘭迪整頭都是, 孫仲軍就撿了幾塊大石頭, 出來扔玉真子的屍體, 然後他轉頭說, 多謝袁師叔跟我出氣呀, 牧僧一尾這麼嘆息, 叫雅巴將玉真子收斂安葬, 摸住鐵劍, 說了一段往事, 原來玉真子和牧桑當年同門學藝, 他們這一派稱為鐵劍門, 開山祖師所用的鐵劍代代相傳, 稱為掌門之寶, 有一年, 他們的師父在西藏逝世, 鐵劍從此不知下落, 玉真子初時勤於學武, 為人正派, 想不到師父死, 沒有人管束, 又結交損友, 好像完全變了一個人一樣, 他自小是出家, 不近女色, 這時候他是奸道濫殺, 無惡不妨, 他武藝又高, 沒有人愛得他何, 牧桑跟他鬧了長膠, 鬥過兩次, 師兄弟滑地絕膠, 玉真子鬥不過師兄, 就去了西藏, 一面勤練武功, 一面去找一把鐵劍, 後來終於被他找到, 按照他們鐵劍門的規矩, 見到鐵劍如見祖師, 執上鐵劍的人, 就是本門的掌門人了, 只要本門的人, 誰都要聽他號令處分的, 牧桑在南京, 和玄城志見面的時候, 就已經聽到消息, 我玉真子已經在西藏找到鐵劍了, 照理這件事不得了, 決心趕去, 自來自暗中搶回鐵劍, 誰知他起程沒多久, 在黃山遇到一個圍棋好手, 和他一族, 沐桑全軍盡馬, 他越輸越不服氣, 前置那個人年氣續了幾個月, 那個圍棋高手, 無可奈何了, 唯有紮戒衣輸了兩局, 牧桑這樣才放去走人, 不過這樣一來, 就將這件大事擔角了, 牧銀青聽了這番說話, 不敢長嘆一聲, 跟著, 他另一頭問紅娘子說, 他們為甚麼事追你啊, 紅娘子啤聲跪下哭著說, 請牧老爺爺救我丈夫的命啊, 那各位, 肉之后事如何, 請你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 書接上一回, 我這幕人請問紅娘子說, 他們為甚麼事追你啊, 紅娘子啤聲跪下哭著說, 請牧老爺爺救我丈夫的命啊, 袁城智聽他這麼說, 大聲一驚, 連王扶起他說, 嫂嫂請起身, 大哥怎樣啊, 紅娘子說, 吳三貴勾結滿清達子, 攻入山海關, 昌王就不夠他們打啦, 就帶隊退出北京, 現在在西安來, 想不到城上牛金星和權揚軍劉忠敏, 向闖王挑撥是非, 無限李將軍逃謀自立, 闖王就要捉拿李將軍自罪, 我逃跑出來求救, 那個劉忠敏一直派人追我, 眾人聽說清兵入關, 北京失陷, 哎呀, 都好像突然間晴天打到大霹靂那樣, 袁城智深好急, 他說, 我們快也要救啦, 車部拍來不及的啦, 但是轉念一想, 這次師父召集門人聚會華山, 哪有要事商量的, 那怎麼做好呢? 他望著師父, 不如得心亂如馬, 他年紀輕, 越力小, 應變的能力不是多強的, 遇到為難的事情, 一時間是徬徨失措, 牧雲青說, 各人已經到齊了, 我們就盡快將事情辦了他啦, 講完, 請了封祖師為勇, 擺了香案, 點上香足, 眾弟子一齊跪低, 何的手縮在一邊, 偷偷望著袁城寺, 牧人青微微笑話, 你堅決要入我們, 其實以你的武功, 早就可以中環江湖的啦, 先頭我一棵樹後面, 看你和玉真子相鬥, 如果不是你, 我這些徒孫, 個個非藏大阪不可, 你叫我爛扯, 哈哈哈哈, 我偏偏不爛, 你一推手, 你只跌了四步, 就立即站上了, 嗯, 華山門下, 除了三個親存弟子之外, 還沒有第四個人有這個功力啊, 好好好, 你都跪下啦, 何的手寬你到什麼, 跟著袁城寺後面, 向封祖師為用叩頭, 他想, 你這位祖師爺, 講著話這麼有趣的, 好慈祥啊, 行完禮, 牧仁清站正中, 高色地說, 我年時已高, 不能夠再理世事俗務, 華山派門戶事宜, 從今日起, 由大弟子王真執掌, 王真吃了驚, 連王說, 弟子武功遠遠不及二師弟, 和三師弟, 他都未講完, 莫仁清就說了, 掌握門戶, 但求督宅諸弟子 嚴守戒律, 行俠仗義, 你好好這樣做就行了, 王真不敢再推辭, 就再次跪拜祖師和師父, 接受了掌門的婦人, 跟著本門弟子參見掌門, 完成至幾多大事已經了, 她掌握著義兄李岩, 就立即下山, 她們清清說, 兄弟, 你在這裡休養, 我救了義兄出來之後, 立即來看你, 啊, 清清不回答她, 只看著狗的心很生氣, 眼圈一哄, 流起眼淚, 狗突然走到她面前, 說, 清姐姐, 你不用生氣了, 講完, 一手脫著頂皮帽, 打出了光頭, 原來她負喪國望, 有何的手說, 知道了原成志對清清的一片情意, 於是心灰意懶, 在伴老靜靜自行削法, 出家為你, 眾人見她這樣都大感意外, 清清是更加覺得慚愧了, 完成至心神大亂都不知道怎麼好, 想說說幾句說話來安慰她, 唉, 又有什麼說話好說呢, 牧桑畢根說, 老道因為師門太多辯故, 我心有顧忌, 所以一生都沒有收徒弟, 現在我門戶已清, 這位姑娘剛才救過我一條命, 如果不嫌棄了, 教你這手功夫來好嘛, 硬狗非常高興, 走過跪低叩頭, 後來她盡得目喪絕藝, 成為清初一代大俠, 日後康熙初年的奇人偉小寶, 偉小寶呢, 在陸鼎記裡面講過的了, 雍正年間的著名英俠金鳳慈, 以白太官, 雷四娘等人, 都出自她的門下, 完成自有師父和蔣門大師兄品告, 要她救李岩, 牧仁清沉淫了一下說, 李將軍被奸人重傷, 搞到闖王好懷疑她, 這件事如果處理不好, 不能得罪了闖王, 傷了我們多年相交的義氣, 而且引起闖軍內部不和, 有誤大業, 吳三季引換清兵入關, 闖王正在處於逆境, 你和李將軍雖然交情極好, 不過各樣事情, 需要以大局為重, 王真說, 師弟萬事保重, 我們做生意的, 說到這些事, 突然間停口了, 那麽自己已經做了掌門人的了, 就不能夠再說笑話的了, 一時之間, 覺得不是多習慣, 袁城志公身應命, 於是陪同洪娘子, 率領何剔手, 雅巴, 洪勝海三個人告辭, 清清很想和他一起去, 他說旅途養傷, 過了幾天就會好了, 何剔手知道他還是不放心, 就說他餘毒未清, 就自己繼續治療, 才能夠傳遇, 袁城志也只有同意, 吹秋山吹氣敏宿疾, 安大嫂安小慧母女, 亦請求一起去, 袁城志行到阿狗面前說, 阿狗妹妹, 你, 你一切保重啊, 阿狗倒下的頭不出聲, 說了好久才小小聲說, 我是個出家人了, 發名叫做狗難, 過了一陣, 又細小聲說, 你都要一切保重啊, 說說完成, 只得行十人離開華山, 趕去西安, 各人為了救李岩, 日夜不停加急趕路, 那天, 尚刻來到衛南了, 叫千多名闖軍, 趕了大隊民夫, 正向西邊走, 民夫個個都擔住重擔, 走到氣喉氣喘, 那些軍事是抓住肥鞭, 猛那麼渴罵吹趕, 好像趕速生一樣, 一名年老民夫, 走得咖咖咖咖咖咖, 劈拍一聲, 跌了一地, 雜夜散開了, 撿出很多金銀器皿, 婦女色物出來, 一名小军官怒得不得了 出了一脚踢过去 踢到那个民夫口吐鲜血 清清看到极之气愤 他说 这样欺负老百姓 还算是义军的 何的手说 这些金银财宝 这方不是在百姓家里抢回来的吗 他是说得比较大声 几名厂官听见了 就恶似腾腾离转手骂他 一名军官说 你们倒是奸细 向他们续起来 十几名军士大声欢呼 就来拉清清 何的手 安大嫂 安小伟 和洪娘子五个女子 洪娘子正是满腔悲愤 拔多斩下两名军士 袁城市大声说 大家快点走啦 在马上护得他身 的企众军士乱那么顶 就带着众人走了 厂军不肯扔下那些金银来追他们 就在后面高声叫马 洪娘子气愤愤地说 我们的军队一入了北京 军军就坏了 只是顾着抢劫财物 强抢文女 比明朝 又好得去哪里 崔子山猛的另头说 厂军怎么不管 你真是奇怪 洪娘子冷笑话 他自己就抢了 吴三贵的爱妾 陈圆圆 上梁不正下梁歪 又怎么管得了部下 吴三贵本来已经投降 大事已定的了 听见外切被厂军抢了去 这样才生气上来 勾引达子兵入关 达子兵和吴三贵 联军打入来 厂军大兵追去交锋 两军一片石大战 当时 我军比敌兵多过好几倍 但是大家的心挂着 抢回来的财宝妇女 不肯拼命 那一仗如果不输 真是没天理 走了没多久 路边有个白衣婆 放声痛哭 身边有四具尸首 一男一女 还有两个小蚊子 身上的伤口 还流血 天然是被杀没多久 只听见那个白衣婆 在哭着说 李公子 你这个骗人精 你说什么 早早开门 拜闯王 本教大小都宽悦 我们一家开门 拜闯王了 闯王手下的土匪贼佬 就来强奸我的媳妇 杀了我个儿子 和两个孙子 我一家大小都在一起这里了 李公子 你来看看 是不是大小都宽悦 我拜了六十年菩萨 观音菩萨 你怎么保佑我的 观音菩萨 你不肯保佑人的 你和闯王的土匪贼佬 是一伙的 袁城只等听到心都酸大 估计前面大路上 惨事更多 于是就返小路走 那么一直赶路 硬件离开 贵南已经没几远了 忽然听见兵人撞击的声音 有人交锋 众人拍马上前 占二十几名厂军 围着三个人猛打 那三个人当中 只有一个人会武艺 左支右支 非常狼狈 众厂军大叫 杀奸细啊 奸细带了很多金钱 变成我先立功的 多分一份啊 崔敏好呜地说 什么多分一份啊 那还不是强盗吗 急冲向前 拔刀向厂军斩过去 雅巴 洪盛海 崔秋山三魂 跟着上前 将二十几名厂军都赶走了 这三个人都受了伤 那会武艺的 颈什么都在地 攻身拜謝 突然间 向崔秋山看了一阵 那人就说 专家是不是姓崔的 崔秋山说 是 专英高盛 什么你识得在下吗 那人说 小人杨鹏举 这位是张朝堂张公子 十几年前 我们三个人 曾经在广东 姓风藏祭殿原督师 曾经见过 崔大俠大衔大衔伸手 琴莫奸细 虽然时隔多年 但是崔大俠的权法 掌法 小人看了之后 牢牢不忙 崔秋山很高兴地说 原来是山中的朋友 来来来 你们快点来见一下袁公子 张朝堂和杨鹏举 那么光宗啊 张朝堂想到自己当日 情急之下 所写的这十六个字 袁城志 跟着这位杨鹏举 带了一名仆人 带了一名仆人 坐船回中国 要看太平城市的风光 哎呀 谁知来到北直地境内 就听说 就听说厂皇得了北京之后 登为清底 又被满清兵打了出来 走去西安 满清兵是一路这么追 我们三个人 也只有西上避难了 想不到今天 在这里遇见厂军 哈 竟然说我们奸细 要守身 我们就任得他守了 这些军事 见到我们攜带的路肺 眼都红了 都不听我们说 举刀就斩 如果不是各位答够 我们三个人 早就成为刀下之鬼了 哎呀 太平城市 太平城市 讲完虎啸宁头 袁城市 听了个心很不安 就说 你一路去 因为仍然不是点太平的 心想不如跟着 我们一起去西安 然后再定行指 好吗 将朝堂和杨鹏举齐声 多谢 各叔和张康 现在已经成人了 报复说 十几年前 我们第一次回来中国 官兵说我们是强盗 要谋财害命 这次再来中国 移军他们说 我们是奸使 仍然要谋财害命 公子呀公子 下次我们不要再来 张康堂说 中国还是好人多的 你看看 我们又不是逢空化吉了吗 第一 那天 众人众人众马飞奔 赶到西安城东的霸桥 只见一队队厂军排好阵势 和对面的大队厂军对齿 双方弯弓搭战 战士一触即发 袁城志大气一惊 他想 怎么自己人打上来的 只听见一名军官大声说 万岁爷有子 正是捉拿半亿里岩一人 与其他人无关 快点散去 如果违抗旨意 一概格杀物论 袁城志听到心欢喜了 但是我还没死 我们没有来迟到 连忙挥手叫众人转身 要过两军 由德亦远远地兜了两个圈 行去里岩所属的部队 统大前兽的军官 见到李夫人来到 连忙带众人去中军大将 来到将外 只听见音乐声传出来 众人都很奇怪 红娘子和袁城志一拍 走入大将 见到里面大排延殖 几百名军官 籍地移坐 李岩一个人 坐居中一席 才举杯饮酒 他忽然见到妻子 和袁城志入来 又惊又喜 快步上前 左手拖着妻子 右手拖着袁城志 笑着说 你们来得真是好了 老天不经代我不博 叫两个人 一左右坐在自己旁边 又要步属另开一席 接待崔秋山 安大嫂 清清 何的手等人就座 袁城志 看到李岩没有事 不由得大为开心 几日来的担忧 当堂一素而空 向红娘 展望一眼 微微笑 她的心想 你呀 吓得我好厉害呀 你岩站起身 高声地说 各位都是我的好兄弟 好朋友 这么多年来 我们出死入生 金虎与共 盼望从今 以后大业告成 天下太平 谁知万岁爷 听了奸人的蠶言 说什么 十八霞儿 主神器 那个说话 是我李某人 要做皇帝 先让万岁爷 下了旨意 是李某人的死 这件事 真是不知 从何说起 众将军都起身 纷纷地说 你们是奸人 假存圣子 万岁爷 素来信任将军 将军不用理他 我们一起去西安城 面见万岁爷 分辨时机就是了 各人神情愤慨 有些说 李将军立下大功 对皇上忠心耿耿 哪会造反的 有些说 本军纪律 严明 爱民如子 所以引起有军的妒忌 还有些说 万岁爷 如果不听分辨 大家带队走 反正现在 闯军胡作非为 大致民心 接着万岁爷 还有什么好结果 李岩拿出一张王子 微微笑话 这些是万岁爷的亲笔 写着 制将军李岩造反 要自立为帝 大逆不道 着迹正法 速速不误 这个不是旁人 假存圣子 就算见了万岁爷 也分辨不来的 众将官举手给大叫 原除将军 决一死战 一名将官说 万岁爷 已经派了左影 前影 后影 将我们三面都围实了 他不是要杀 李中军一个人 是要杀我们全军 众将官大叫 万岁爷 逼我们造反 那真的反都算了 李岩说 大家坐下 大家坐下 我自有主张 万岁爷 代我不博 造反两个字 千万不要提了 来 喝酒 众将官一向都知道 他足智多谬 见他这么镇定 估计 哪里有好的办法 来应变 于是逐一坐下 交头接耳 低声议论 李岩针了杯酒 笑着说 人生几十年 就好像春梦一场 这杯酒 一口饮胜了 左手拍着台 分一大声 唱起歌来 早早开门 大闯王 管教大小刀 宽悦 管教大小刀 这支 那是他当年 所作的歌谣 流传天下 帮助李志成 取得民心归信 当他唱到 那个刀字的时候 突然没了声 身体慢慢慢慢 在桌上 不动了 红娘子 跟袁静 吃了 怕 连望了扶他 谁知李岩 已经气绝身亡 原来他左手暗中 拿着一把匕首 一刀 在自己心窝里面 红娘子 红娘子笑着说 好 好啊 拔出腰刀 自敏而死 其实 昨日的万里 张朝堂说 中原大乱 公子心水不佳 不如去潑泥国 散散心 不是更好 袁静 心想 既人离下 也没什么意思 突然想起 西洋军官送给他那张海岛图 于是拿出来 问张寺堂是什么地方 张朝堂说 哦 这个是在伴泥国 左根一座大岛罪 目前 被红毛国的海盗盘据 整天这么骚扰海客 袁静志听了 精神一阵 他说 好 我们就去将红毛海盗赶走 去那个海岛上面 做个化外之文 于是 稟告了师傅 和掌援大师姓黄真 率领清清 何的手 雅巴 崔器敏等人 再住在宣仲寿等山中救人 盲伯非父子 罗纳宇 焦远仪 晴清竹 沙天广 胡桂南 铁罗汉等豪杰 得到张朝堂 杨鹏举等人的帮助 远征异役 终于在海外 开逼了个新天地 直至万里相烟 回陆笨 十年兵隔吾仓省 各位 一部逼决剑就说完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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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